我们录一个小视频 咱们讨论一下关于这个骨筋 这呢有一个小的简易图 这个是单支骨 就是说你看 它有一根钢筋 这个呢 它是两根 这是一个单独的骨筋 两支骨 这个呢 是四支骨 n等于4 1234 看我的数标 这四根 四支骨 这个四支骨呢 它是有一个外侧 一个大的骨筋 里边呢 又套了一个小的骨筋 就相当于一个大 一个小 两种形式给它框到一起 这个骨筋的支数呢 看一下 首先是我们这个梁 这是一道梁 梁呢 从中间切开 切开之后翻过来 我们看到的这个面 它就是这个支数 这个梁呢 它必须呢 是这个 你看这是梁的这个上表面 这是梁的下表面 是这样的一种看 是左右这些支数 那这个 有些人啊 今天是这个 看一下 我找一个这个图啊 因为有的人在这个 我们视频教程学习过程中 他就问 他说 他说看这个哈 这个是一支两支 三支四支 那这个是四支骨 是没有疑问的 这个呢 也是四支骨 也没有疑问 但是这个 到了这之后 你看啊 竖向的一根两根三根四根 依然是四支骨 可是横向的话呢 你看 底下 一二三四五 这就变成五支了 横的是五支 那这个该怎么去判断呢 不管 它横向有几个拉筋 我们呢 只是去判断 这根两 从这个位置 给它切开 切开之后呢 我们从左侧 往右侧看 它这个有多少根 纵向的 竖向的 就有几支骨 所以呢 这个呢 依然是四支骨 它这个呢 是咱们梁的骨筋 在我们的柱子里边 也有骨筋 梁的柱子里的骨筋呢 就不能这样去念了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里边 这个呢 就称为是柱子里边的骨筋 那我们读这个骨筋数的话呢 这个就是三乘三 先说呢 先说的是B边 就是这个横向这个边 再说这个竖向H边 你看 这个就很简单 中间呢 一个横着的拉筋 一个竖的拉筋 这个呢 是 你看 一个大的 一个框框 一个固筋 里边呢 一个小的 小框固筋 再有一个拉筋 这个呢 就是四乘三 四就是 这个竖向 一 二 三 四 横向呢 一 二 三 四乘三的固筋 这个下边呢 呃 原理都是一样的 特别是在我们的 简历墙里边有这个按住 按住呢 它一般都会给出 这种情况 同时旁边 它会再给出来一个 给它相互错开的 这种固筋的简图 我们呢 就比较 好理解 它是怎么来组成的 如果我们仅仅是看这个图的话 有时候就容易 特别对于初学者 说这么 这么这个 全是格格跟那个 下向旗的那个空格一样 有点迷惑 但是你看这个图嘛 你看 一个固筋 一个圈 这是两个圈 是三个圈圈 这边四个 五个 六个 这外边是一个大的 一个七个 而且呢 你看啊 固筋的接头位置 这个在下边 这个呢 就要跑上面 这个再是下边 要相互错开 这些呢 这个文字的地方呢 都还有一些个说明 岩复和固筋的周边 固筋局部重叠 不易超过两成 这个怎么理解呢 看我这 录个视频 外边这个 草草的 意思就是说呢 你看哦 我们的这个固筋 这个边 它是算是一根 这个呢 如果是也重叠在这 也重叠在这 你看 这个 重叠在这 是个大圈 那这个位置呢 是在这个地方 这些横线的小固筋呢 它的钢筋呢 这个端头 这个端头 就跟这个大的 就重叠了 那不能超过两成 那有的说 那在这再来一个吧 再来一个固筋 叠在一起 就变成三成了 那这个呢 钢筋叠在一起 太多的话呢 它中间会产生孔吸 这样的话呢 会降低 它的抗震性 我们看一下 这个啊 一放大图 就不是多清晰了 我们可以看到 那这是一个固筋圈 这是一个固筋圈 这是两层 这有一个大的 这有一个小的 也是两层 不可能说是 一个大的 一个小的 然后这边 再来一个中的 那三个叠到一起 就不符合咱们的 规范要求 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 如果大家再有疑问 那这个可以呢 就加我们的微信 咱们进一步来讨论 这个呢 主要今天说的 就是这个 关于柱子 这个是柱子的固筋 你看它有加密区 加密区 那这儿呢 就间距比较稀 这就是非加密区 这个地方呢 是上下整体全部加密 这个抗震要求就比较高 好的 我们呢 今天的几些讨论到这儿 下一节 我们继续讨论 关于这个 固筋它的这个 加密区和非加密区 长度这些的内容